记者陈以嘉台北报导,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陶基公司预算,立委红慈勇表示,陶基公司预计明年服务增加219万人次,乍看有点压力,陶基负载状况再增加5%,旅客继续增加对于未来经营恐产生问题。 陶基公司董事长曾大人表示,陶元机场本身近初与过境旅客近6年持续成长且成长率非常高,相较7年成长超过1000万人,借审恐惧因此才推动2行下扩建与3行下新建工程,此前只能应期处理服务标准与应变状况加速处理。 机场由营运管理中心OCC综合所有单位因应特殊状况,目前承接上下午与晚上尖峰时间拥挤状况压力很大,全力克服,代替3完成应付。 洪子勇表示,机场服务吃紧才会造成问题,但对于国际形象负面,应设法扭转,提供更好的软硬体服务。 曾大仁说,将分两方面努力,第一从基本硬体建设改善,除了扩建与新建计划,目前一二行下本身相对老旧的管线,硬体设施也编列5年计划更换电线,水管,养护作业等基础设施。 另一方面则由服务面提升,曾大仁指出,一直要求机场形成一体服务团队,包括驻站单位与商业机构,共同面对服务标准要求。 去年淘机在国际平比机场服务人员有等奖,面对旅客服务要求,对人的表现肯定。 但红子拥表,是准点率问题是旅客最在乎,速度要求非常严苛,晚一分钟延误就是延误,淘机在489座机场中排396名,五星平舰只有二星,沦为后断班。 曾大仁说,会继续加油找出弱点,但实际上提升整点,除了机场操作,也有其他机场因素,飞机来得晚,飞出去就晚,目前有五乘飞机进场都会延误,多数为中短乘飞机必须将因素消除,至于计算标准一直跟随民航局标准。 曾大仁也说,整体旅运状态要看尖峰时间长度,目前尖峰增加客流量不太可能再增加,跑到有限,慢慢扩张到离峰时间,估计淘机客运量随国际航空发展增加,全球都在增加,台湾不会置身旗。 Y,要做好准备。